接下来的分享呢 是邱丽霞老师 我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交给邱老师 我们掌声欢迎她 谢谢主持人 大家晚上好 先来个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关丹公民学校 邱丽霞老师 那我就直接进入 这个线上读书会的分享 很荣幸的 在今天晚上呢 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带这个读书会的点点滴滴啦 先要谈的就是 我遇上的第一大挑战 就是突如其来的停课 在报名参加这个读书会 我们是照常上课的 很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的 报名过后呢 星期前突然间就收到消息说 第二天就是星期一开始就要停课了 我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疑惑在 在这个脑海中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书交给学生 因为那时候宣布停课 校长发了一个通告 要求家长星期一回到学校 把课本和作业都拿到 拿回家去 发出了一个这样的通告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学要卡卡莎是还没有运到来公民的 还没有送到来公民 意思就是说 必须要求家长再次来到学校 去领到这一本 去硕取这一本 学要卡卡莎 所以呢 有第二个问题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这样子的状况 我是不是应该把读书会 搁置到明年才进行呢 因为要求家长再一次回到学校来拿书 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 不过在冷静过后 在思考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怎样说呢 天意嘛 可能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挑战 在这样子的停课期间 也来一场线上读书会 回去家里冷静过后 再想再一项思考 这一班学生真的没有办法进行线上读书会吗 也不是 因为今年他们也有参加了第12期跟第13期的读书会 对于读书会这个概念 他们是有一定的掌握的 整个概念他都有 再加上在MCO期间呢 这一班学生都有 用Google Meet进行网课的经验 所以我在想一下 其实学生都有这两大经验了 第一 就是我说的 他们曾经参加过第12期跟第13期的读书会 第二就是MCO期间 他们的确是有上过网课 使用Google Meet这个平台来上网课 那就顺应这个新的趋势 我们就新常态嘛 就以一个全新的方式来 就进行这个读书会 所以就毅然决定了 就照样办 之后再用WhatsApp的方式再联络家长 再次回到来学校拿书 很开心的就是 家长都愿意配合 他们是全数的家长都愿意回到学校这里来 去领取这个Sya Kakasa 这本书 这就是我使用这个Google Meet的平台 进行这个线上班级读书会 那么决定要进行这个线上读书会 我又再遇到一些挑战 就是基本上每一位老师都会遇到的一些 学生使用科技的这方面的挑战 我都同样的遇上 但是我比较专注回读书会了 学生真的能够自行阅读吗 我该如何考察学生的阅读能力呢 虽然说他们有参加过读书会 他们有经验 但是之前呢 他们是全程在班上进行的 是由我的陪伴下进行的 包括他们要把整本书阅读 都要腾出一些时间 大声朗读 或者是让他们在班上进行持续默读的 现在这个自行阅读的任务 要交到学生的手上 让他们在家里读 他们真的能够做到吗 所以在这里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也懊恼了很久 就想到 看要怎么样去证明学生有读吗 还是怎么样 希望家长可以 除了在WhatsApp一直督促 就是丁领家长去督促自己的孩子阅读 也希望家长说 可以发一些 孩子在家阅读的一些照片 就是让家长知道 我们还在进行这个读书会 那家长也积极的去参与 参与也让家长去拍照 其实我也有要求 最好的就是能够看到的是 亲子阅读时光 很感谢这三位家长 他们都愿意把这些照片分享给我 私下分享过来 其实看到照片也不完全说 不代表他把整本书都给阅读完了 这个我都懂了 所以之后呢 我还在想法子 要怎样才能够吸引学生 真的是可以自发性的去阅读 我就看了看这个王苏格老师 写的这本书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是比较 我是几乎都没有说用游戏的方式 去吸引孩子去阅读的 可能是在高年组 高年段太久的关系 我通常都是以大声朗读 或者是持续默读的方式 来确保孩子是有把书看完 我是很少很少用游戏的方式 去吸引他们的 但是看完这本书过后呢 我就有一个灵感了 就是现在我手上握着的这个 我这个科技没有很好 我就是用这个 手工制作的这个轮盘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去制作这个东西 我越做就越开心 我自己都很开心 因为我相信孩子看到这个轮盘过后呢 他一定会 我相信可以加速他们去阅读 有这个阅读这本书的动力了 前面就是写着这个一些名称的 这是这本书里头主要的一些人物啊 或者是事情 那么背面呢就有学生的编号 当如果没有人要讲话的时候呢 我就转后面的 那个编号转到他就要去发言了 就是这样 我就开始了 第一场 第一场的这个读书会 其实之前有的 之前还不证实要进行读书会的 这个模式 我有尝试过考察学生 只是我一直问的时候 都得不到我要的答案 我就知道小孩子是还没有看完 还没有动力去看完这本书 那么给小孩子知道 之后的网课将会进行读书 进行这个游戏过后呢 那一天的反应是非常好 那一天的反应都很好 小孩子都很积极 也很努力的去做大 他只是看这个轮盘上的一个字眼 他只需要跟着那个字眼 好像是水妖 他只需要讲到一句话 跟水妖有关系 或者是读一个句子 从书里面找一个句子 读出来念出来 是跟水妖有关系 他就可以得分 我是以这个主别 用这个水妖的名字去命名 这样小孩子都分成这样子的主别 之前就放到WhatsApp Group 给他们知道他们在哪一组 那组长呢 当然是有一定阅读能力的人 然后他必须要带动他组员 要确保每个组员都要把书看完 就在那一天呢 我就很有把握了 大部分的孩子 都把书看过一遍了 因为大家都能够发言 其中有一些话 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重生 我讲重生 在我的脑海里面 重生就是这个扑鲁鲁虎重生 但是小孩子会讲到就是 拔牙后水妖就能重生 可以成为人类 所以他得到重生 这个是我预料之外的答案 再来就是有个丑字 我这里预设答案就是 水妖的长相很丑 但是小孩子有讲到一个答案 就是说村民的心 村民的心很丑 再来就是召唤 扑鲁召唤 就是这个扑鲁鲁虎要重生的时候 是扑鲁负责召唤水妖回事 但是小孩子给到个答案就是 村民召唤村民 一起把蓝婆赶走 这一些答案都是出乎我预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 真的是让我在这一堂线上读书会 最大的收获 就是以游戏来激发他们阅读 之后就丢下了一个功课给他们 因为在网络 要他们自己去做功课 所以就尽量 我设计的功课都不要太难 都不要太难 就也不懂要怎么样去 让他们更容易的去做 就丢下了一个空白的格子 让他们自己去梳理情节 这就是小孩子写下来的答案 当然有一些比较弱的 但是都是他们自己的最好 我都照收 他们就是以Google Meet的方式来交上来 自己print out 写完了过后拍照放到这个Google Meet 交上来的 这就是一个Dina 特别要讲的就是 这个是马来同学 马来同学 他都能够简单的做这个梳理 当然也有很好的 那么在第二场的读书会呢 就是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 就是大人与土豆 眼中的蓝婆 在进入第二场读书会之前 我都会先播放之前功课 之前学生的功课给大家看的 就是课后点评 我都会让大家去 有机会分享 看看朋友的功课 然后看看自己有什么不足 那些还功课没办法 交上来的同学 可能就这样子来激发他 就是进度比较慢的同学 他看到人家的功课过后 可能他就会有 很有信心的去做 其他同学就会很快的 把功课交上来 然后这个读书会呢 就是这个第二场的 就是重心在第六章到第八章的 这个情节 我是先让学生接力朗读 把这三个章接读给读完 读完了过后 然后我们才讨论 大人与土豆眼中的蓝婆 就设计了这样子的 PowerPoint给小孩子看 在土豆眼中的蓝婆 他的想法是有转变的 从坏人到孤独到可怜 到坚强到守信用 然后到伟大 但是在大人眼中的蓝婆呢 就是这样的 坏人伤害小孩 迷惑小孩 甚至到危险人物 这个东西发出去过后呢 小孩子是很激动的 我发现有一些男生呢 他的思想会比较成熟的 他们对这一个 这个这图发过去过后 他们有说 大人就是自私啊 就是不愿意去相信 就是他们的这个 就是这一场的读书会 聊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很贴近 他们的思想 他们也比较敢说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在这三个章节里头 我比较喜欢的这四句话 我也放出来跟大家讲 跟小孩子 跟小孩子去谈这三个东西 这四个句子 小孩子之后呢 他们有一些答案 我都很喜欢的 他讲到出来的就是 其实就是大人不愿意 去认识蓝婆而已 有一个就想到的就是 大人只是想要保卫村庄 其实只是要保卫小孩 所以不敢冒险 这都是小孩子讲出来的 再来我就是给他们 做这个功课 我也是一样 给刚才的话题 就延伸这个功课 我只是丢下性格 这个字而已 其他东西都是他们自己填的 要他们找出蓝婆的一个点 然后去分析村民跟土豆 在这个蓝婆这个点 有什么差别 他们就说了 村民就说蓝婆性格是古怪的 土豆就认为蓝婆性格是善良的 这个外貌啊 人品啊 我都这个都是我预设 我预设的答案里面 但是这个小石子呢 就真的不是 这个是预料之外的答案 他们连这个也找到出来 村民认为这小石子是不吉利的 土豆是认为这小石子呢 是会发光的 会很美丽又很好看 再来就是 当蓝婆离开蓝霞村 村民是开心的 土豆是难过的 这些都是小孩子自己想的 再来就是唱刚才的那一本书 抢救阅读50招 就让小孩子去学习 这是第34招 让孩子去针对水阿卡卡沙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人物 去分析 第三场呢就是讲到这个水阿卡卡沙 还有土豆的友谊 而也是一样 在这一场呢 小孩子都是很努力的 从书里面找出 卡卡沙跟土豆之间的感情 他们都 找到就讲出来 讲到就讲出来 他们两个人有意到 就是怎么样的 怎样互相信任 怎样去陪伴 他们都讲 聊完了整个话题过后 再丢下这个学习单 让他们自己去填 这就是小孩子 填出来的答案 卡卡沙的牺牲 他忍受孤独 他忍受村民的不解 还有这个 我很喜欢的就是 他是为了保护村民 所以他才不出来 因为他怕他的样子 会吓到人家 这个就是小孩子填的答案 再来就是写土豆的 土豆的优点 我相信这两个学习单 都不会是太难的功课 目的就是要小孩子 能够自己去完成 然后 再来就是 最后一场了 第四场 就是针对这个分享阅读 分享这个阅读的感想 第四场就是 主要是让小孩子去 分享他们的阅读感想 其实 在分享这个阅读感想之前呢 我有丢下一些问题的 我丢下一些问题去 让他们去思考的 就是土豆这样子 冒冒然 留信给父母 就陪着这个卡卡沙去完成 就回到这个扑鲁路府去 这样子的行为对吗 然后之前他们有说的嘛 大人不敢冒险 所以他才把这个男婆 赶出这个村庄 大人这样子有错吗 他们就 小孩子这样子丢下去 这样子的问题 他们 他们有在想 其实也不是 也不能够说 他们完全错的 大人这样子的行为 可能他们顾虑比较多 他们会开始去想 不能够说 土豆善良就可以啊 还是怎么样 他会懂得 站在大人的这个位置去 为大人想 然后土豆就冒冒然离开的 这样子的行为对吗 当然也有些学生说不对 至少要亲口告诉妈妈 然后再去 就是不是这样子 留下一封信就走 然后 这就是他们写下来的 我很喜欢的这些话 这个就是 我很喜欢这个土豆的 张义直言的性格 朋友有难不帮忙 那么就不是真正的友谊 再来这个文谦写的 我觉得这就是 他对朋友的彼此信任吧 然后这个圣元写的 这个很有趣 我对这个孤单跟害怕 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了 跟深一步认识 这个孤单和害怕 这家庭写的 抢不足的善良 再来就是 不要有偏见 不要因为体 身体 身份地位占了优势 而贬低他人 然后这个心里写的 就算自己帮不了忙 也会尽力去帮忙 这就是我看到 小孩子在这个读书会 这本书里头的一些成长 之后呢 其实我们 在这个今年啊 特别是MCO的 这个上网课的期间 小孩子写的作文 跟那个读书会 写的这个感想 我都会把它们 制作成这个班刊 都有这个习惯了 所以这一次我也一样 把一些用文字打的 其实我其实有另外的目的了 就是要他们学习用文字 用电脑来 打字来交上功课 因为我发现到很多学生都是 用手来写字 然后把功课交上 其实我是希望他们能够 学习这个科技 科技时代就是学习 学习一下用这个文字 输入他们的这个感想 就做了这个班刊 做了过后我会 上去Google Classroom 然后会WhatsApp 一份给小孩 就是给家长看看 他们孩子做的这些功课 OK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